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不到其中一集的内容会引起一场麻战 事源是什麽呢? 我在一集讨论 Freakonomics 的时候 我提到Steven Leavitt 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在Super Freakonomics 这本书 提到一个案例 其实如果你要搞环保 食菜比你不开车更重要 他其实没有一个很严谨的考证 他只是好像唱歌 意思是,如果两个人走几公里路 你消耗完的体力 如果全部都是吃牛肉来补充体力 那便可能你开车更环保 省下牛肉牌的消耗等等 重点是什麽呢? 我想说两件事 第一,当然有很多东西是要靠实证资料 才可以有一些很准确的概念 或者很准确的预测也好 一些的证据出来说 但又反过来说 有时有些东西 其实纯粹都是一个 common sense 看看你怎样引用 如果要被人挑剔 当然要小心很多 第二,因为这场马战也有人说 你随便看完《Freakonomics》 就拿一本书来说 没有了解 那就学人讲经济学 即是我要心揽 喂,Steven Leavitt 虽然他现在拿不到 但在我心目中 他绝对是有资格 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说这个freak字 就觉得很奇怪 是的,很奇怪 即是是freak的人才会看 而且引经据典 又引艾智人高斯 Gary Baker 都是要你的东西对才有意思 我经常都说 我不介意告诉别人 我的经济学的启蒙老师 不是张五常 我是杨怀康 一周课的那些专栏 你就可以启蒙经济学 他写得好 他真的启蒙学 有些写得好 我很喜欢他以前写的 是有些 好了,然后快思幻想 又有一本闲书 看完你又说自己懂 行为经济学 寫本书的那些人 就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实重点从来都是 你那样东西有没有启蒙到你 如果启蒙到你 是不需要看那个人 究竟出不出名 但如果那样东西你读不通 你引一百个经济学家 都是没有差用 OK 好,那我说完了 我由张昀大师 首先我绝对同意你 第二就是 我提到这番话 我写的东西都是很随手写的 就是 无端端的 林超英在立场写了一篇很激烈的 躁持激烈的反击文 OK 问题是 林超在我心目中 不是这样的人 即是他用了一个 牵牵军针 在我心目中是 你不知道踩中他哪里 然后就弹起了 那我就觉得有少少 第一 我是先聊者 不是,是先聊者 不是,是先聊者 第二 我发现不是 我都写了他好几次 或者是好几十次 我想他应该是 有少少忍无可忍 才会突然间爆发了出来 即是你不应该人身攻击我 他人身攻击了你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你不是炒古佬 之旅 之旅 人身攻击这件事 我又不太介意 我自己人身攻击人 就是人人妻女笑 我看我妻女被人有鱼行那只 我当然也不太介意 我只是觉得有少少惊讶 为什么他写 他应该忍了很久 而且终于捉到了 所以就来个大攻击 那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了些什么 所以我第一个记得 他说去郊野公园走路 那些碳排放不太多 也不環保 他吃草就行了 大把食草店 不是 你听我说 不是 不是这样 他就在这里说 他引了一堆东西 他的题目也是这样说的 即是一个呼吸 就不会影响到碳排放 即是人类的呼吸的影响化成出来 是不会影响到的 所以引经据典 然后就取笑我 就是一个专栏作家 他有一个专栏作家 写一些什么 如果少少常识都没有的话 就不要出来献丑了 然后就解释了一大轮 那些人呢 那样的预养化碳 还引起那段 是 我 其实我写了也不太记得 我写了什么 我唯有自己再看 我真的 我哪里说过呼吸和预养化碳 整篇文章 就是我说你说的那样 就是一个消耗能量 我说一个人摊在那里不动 最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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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为呼吸 是因为你说的那样 因为不动比较能力 我要强调 我说的就是 如果你做完一些很劇烈的运动之后 你吃牛肉去补充你的体力 那可能駕駛会相对环保 所以如果你不动 所以如果你不动的话 你的能量消耗少了的话 这就视乎你的能量不动 而不是因为呼吸 是因为能量消耗的问题 我什么时候 我整篇文章 都没有讲到预养化碳和呼吸 然后他就攻击我 原来他好像说 那那些商场 有很多冷气 那样 做法就是这样 我这一篇 这一今日 我完全是讲一个 人身攻击所有的问题 我们不要讲那个 郊野公园 商场 因为那里又牵涉到很大 很大 我要再讲到 杂先人就讲到这个问题 那我留下下次再讲 是的 我亦都觉得他们这些 我说 你们在我们的商场 这些理论性机场 我只是讲人身攻击的问题 我都要讲一些商场 如果你家里很热要开冷气 或者你下去商场享冷气 而你家里不开冷气 那哪有环保一点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不去商场 关了商场 你自己再家里不开冷气 如果人人都不去商场 商场倒了一粒 那他不开中央冷气 而你家里也不开冷气 那就是最好的环保 但你要假定 林超越来说 林超越来说 他自己做到了 所以才做到最后 当然我认为这个做法有问题 但我今天没有空去讲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牵涉到整个架构 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质疑 林超越来说 但问题是实在 他经常都和黄錦升 斗争那样 我心想 为何说来说来说 都不敢说一样东西 就是黄錦升的Tesla 黄錦升出出入入 就是不是走路 就是坐政府车 你这么多话说 你就是不敢说政府 我经常都说 环保局局长 一天他还有一个政府车 你就不要跟我说环保 你根本全部都是假装 我现在什么电费零元 电费零元都不及 Tesla不及环保 OK 这件事当然 当然又牵涉我陈海欣跑步上班 那些问题 OK 我们不要说这些傻人 不要说这些傻人 他们才是Economics 明白他们才是写 OK 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真的很有些心虚 因为其实那篇文章 首先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心虚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 因为写得很随便写的 如果不我都不会拉你出来 我说明是你的Economics 我也是看过本事 你拉我回来 我就觉得很心虚 我担得你下水 我担得你下水 因为我最主要不知你写什么 我担得你下水 因为我都没有再提醒过原著 我才担你下水 才说什么 如果自己看原著 我洗鬼引你 你说你说Economics OK 接着我再看 整篇文章 又没有数据又没有什么 错漏百出 任入任插 如果我看到一篇这样的文章 我说你这个林超英 字都没识 有没有搞错 你明白吗 你连中学生阅读 你选错 我任你入 百大 任你插 你都会插洞 有没有搞错 这些是什么 什么水平够胆 什么freak 你够胆跟我周显大师辩论 你明白吗 还有什么 就是不要搞成这样 水平这样的样子 你明白吗 因为我 我其实经常被人骂 但我经常都不反击 因为有些人水平太低的时候 你反击他的时候 你觉得很失身份 但林超英 至少叫我躲 所以实在吃不了 很尴尬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办 但可不可以实在 我刚才听很多 你都说林超英很废 那他废在哪里 其实 他不是说不断攻击我 是一个呼吸 因为他告诉我 呼吸是不会引致太排放 呼吸是不会的 那大学什么时候说呼吸呢 我当帮他辩护 他有个意思可能就是这样 我就算做一些很剧烈的呼吸运动 我只需要在补充我体力的时候 用一个相对环保的方式 我就已经是一个环保的人士 他那篇文章不是这么说 他只是说呼吸的 那个流动是怎么样 他没有说到这一样东西 他正是攻击我 他攻击我不懂什么 他攻击我的科学水平 不知道呼吸排出是二氧化碳 是不会引致太排放的 这样的科学水平 就不要见人了 应该留在那里写股票 或者应该是怎么样 或者应该是 或者应该是 总之写股票就可以了 不要搞那么多 然后他再引了一篇 再要投入一些人 应该解释了呼吸究竟是怎么样 就应该是不要二氧化碳的 就不会影响到太排放 刚才我听到这里 其实我也有些责任 因为我以为周英大师 会详细讲一下 林超英有什么破绽 原来我一篇纯粹的网战文 当然有很多听众 或者观众很喜欢听网战 我刚才已经很满足 为了令这个节目有营养一点 我就讲回最初 林超英那篇文 讲了一件事 他不要吃那么多巴西鸡翼 巴西鸡翼 是在地球另一半混过来的 我对于他的篇文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看 但我看这句话 我就真的叹着了 为何吃巴西鸡翼很不环保 我今次就真是引出 Fekonomics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就不是Steven Lewitt自己做研究 但他引了很多 比如哈佛或者其他大学 就住 所谓叫做 现在美国政府 已经立了一些 法令 最好要有就近农业 就近农业就是你的食材 你的农产品 最好都在你附近采购 那就可以减少碳足跡 就将碳足跡最小化 Fekonomics有一篇文章 就是在网站那篇文章 就讲这件事 我们现在用这篇文章 来反驳林超英 根据他们的研究 他们会发觉 原来地球为什么会有大规模农业 最主要是因为某些地方 特别适合去种一些指定的植物 或者是农藏物 你知不知道差距去到多少 可以去到30% 如果是一个不适合 但都能种到的地方 去种这些农藏物 和你去一个很适合种种的地方 种的农藏物 可以差到30% 我反对这个方法 因为肯定是不止生成的 当然这个报告 我肯定不止 这些是没有意思的 这些又变成了卖展 我觉得是1% 别人的报告就是说是三成 第二件事 为什么要规模农业 因为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折散 花肥 相关畜牧业的器材 拖拉机 这些东西 如果你用一个小规模的方法去做 结果就是会令到 我不是说经济成本 我们是说耗量的资源会大增 结果这个碳足跡才会增加 所以为什么吃巴西鸡翼 其实吃巴西鸡翼不是经济学的结果 这是一个环保的结果 就是因为在巴西运鸡翼里吃 相对来说是减少了碳足跡 然后我看了 左丁山《香树辉》的片段 我也觉得说得很好 他说什么 如果越近吃就越环保 每个都是元朗农场 剥鸡翼来吃 但问题就是元朗种不香港人要吃的鸡翼 整个香港都种鸡翼 是不是这样 这一样东西 尝试去用运输的路程 去证实一样东西 还不环保 是很浪漫的 其实你要去计算 你告诉我 你运输完这个 但它有没有省到其他资源 令到碳排放减少 那些环保家最喜欢 就是用一个感性的角度 这么远 巴西运过来不是很不环保 现在事实上就告诉你 在巴西运过来鸡翼 分风中是环保过你在元朗族鸡翼 我可以这么说 有两个点我想说一说 第一个就是 你的集体农场 一个很大型的区域农场 我们不是说碳排放 其实我那篇文章 就是给他说那篇文章 不是碳排放 是说一个 是不是有效运用土地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 我们首先要知道 农田是非常不环保的 农田是非常不环保的 环保的叫做交易公园的森林 就是环保的 它其实是可以减轻了 农田的总面积的 如果用大规模运作的话 农田的总面积会少了 即是不用斩这么多树 不用推倒了 泥土 杀了野生动物 没错 这个是其中的一点 第二个就是一个 作的概念 就是我们很简单 就是我们已经 其实已经试了几千年 发现是不效的 就是那个小龙 小龙耕作 就是地球全部以前都是这样的 门口中原东西 没错 结果就是饿鬼死了 一场饥荒 大家发现这样不行 那就是环保 不如大家试试香港做不做到 因为我们现在集中在城市 为什么要全部居住在城市 因为当我们集中在城市 因为如果不是 在自己的农田 集中这样居住的时候 我们可以能够省得更多地方 可以在森林和原野 即是那些状况 为什么这么缺一间公园 因为不可以建议商场 如果不建议商场 如果不建议商场 人人都有房子 前面有整个农田 然后又养鱼 种鸡 没有交汽公园 没错 就是他们是傻的 所以我们都是做一些很傻事 我们跟一些傻的人去辩论 但问题是 这个世界上街道 香港人上有太多傻人 而是很多人不批这些傻人 所以我们唯有变成一个不傻的人 希望尽量能够拯救得多不傻的人 就是越好 其实就是这样 最后再说 也不能说几千年 现在的粮食运输路线 是经过几十年 或是全球化 近五十年至一百年 反复推业 是最有效率的 如果你有一个更加环保的方法 你只能够有一个更加有效率的运输路线 因为之前周迁说了 我觉得他没有帮他说 有些地方可能会失收 你都是要运东西过去的 有些地方丰收 他为了令到其他地方 可以有些便宜的粮食 都是要运回到其他地方 所以集体农场 不是说共产党 就是有规模方式的耕捉 或者畜目 是有一个实际的需要 好 下次再说其他话题